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是果汁中甲醛泰淡的测定 这个一样是乙籍技术式的素科指定操作题目 它的题目冰号是PE 它这个是由CNS水果跟蔬菜汁饮料的一个检验方法 甲醛泰淡这个测定方法 我们把它截录下来的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我们有几个砖有名词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种蛋 Total Nitrogen 这个我们这个学期做过 出蛋白的时候还是蛋的方法 设定的是什么 Total Nitrogen 第二个是气态的安泰蛋 Avonium Nitrogen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边教室有画它的一个结构解图 好 第三个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名词叫 安基钛钛 Avonium Nitrogen 所以它是一个安基钛 安基酸结合形态的一个含酸化合物 好 第四个是什么 甲醛泰淡 Fumonitrogen 好 那我们今天要测定的就是甲醛泰淡 第一个我们来看Total Nitrogen的部分 刚提过的它是用什么 采释蛋的方式来测定 对不对 这些 好 那总蛋的测定的话 我们是分成什么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Digestion 这个根结 或是有时候我们会把它 翻译成什么 消化 好 那就是食品里面的蛋白子 我们把它水填成氨基酸 好 然后呢 进一步再把它氧化 分解成什么 硫酸胺 好 那我们所使用的是 催化剂硫酸酮跟硫酸酱 还有硫酸 在高温上氧化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原来这个氨基酸 这个结合形态的蛋 它就变成什么 硫酸胺 好 那硫酸胺的费点比较高 所以它可以很稳定的 存在于一个什么 分解液里面 好 第二个结合我们必须要在什么 解气的条件下来进行什么 蒸瘤 好 所以我们这样 30-40%的氢氧化 那它这时候 硫酸胺就会变成什么 先变成氨水 好 然后呢 在水蒸气蒸瘤的情况下 它就变成什么 amomia 被水蒸气怎么样 带出来 好 它amomia带出来的时候 它是气体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什么 吸收酸把它怎么样 捕捉起来 那我记得三次有提醒过大家 这个amomia在捕捉的时候 我们的吸收酸 有两大类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什么 硫酸 好 那如果你用硫酸的话 捕捉amomia 它是产生什么 硫酸胺 硫酸胺 然后呢 剩下的硫酸胺 对不起 剩下的硫酸 我们在用什么 氢氧化钠 来进行什么 酸碱收入 滴滴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间接滴滴 好 间接滴滴 我们是滴滴 上下的四季 然后再推回去 算我们的目的 所以风刺是什么 B-A 好 那另外一个 吸收酸 我们可以用什么 盆酸 好 那盆酸吸收 amomia以后 它是产生什么 盆酸胺 好 这时候我们就直接 定量什么 盆酸胺 那我的标准 就不是用心氧化 那我们用什么 盐酸 好 盐酸标准 我们也来 低度盆酸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直接滴滴 好 所以风是什么 A-B 这个不要忘记了 好 这个是总蛋 那只要它是蛋 在这个凯氏蛋的测定方式 它都会被测定出来 所以实际上除了蛋白质 其他含氧化物 也可以被测定得到 所以这我们称为什么 粗蛋白 粗蛋白 好 第二个是什么 A-Omonea 这个安气 安气 那它的测定方式 我们可以用什么 Two-step 或 Kill-up analysis 也就是两阶段 或是两个步骤的一个什么 凯氏分析 那凯氏蛋的分析 我们刚才不是三个阶段吗 Digestion Distoration 跟什么 Titration 对不对 那因为它已经是一个什么 气体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还需要 Digestion吗 就不需要 我们直接把它怎么样 蒸溜出来以后进行什么 Digestion 清楚了没 好 好 第三个专有名从 我们要介绍 是什么 安基泰蛋 Hermonial Nitrogen 好 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以安基酸 结合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含氧化合物 好 那同学可以看到 下面这边 好 老师写的 安基泰蛋的设定 我们可以有什么 甲醛泰蛋 扣掉 气体形态的一个 Ammonial Nitrogen 就可以来代表 安基酸形态的一个含氧化合物 它其实 它又意味着什么 又意味着 甲醛泰蛋 是不是等于 Ammonial Nitrogen 加 Anon Nitrogen 所以甲醛泰蛋 就可以等于什么 安基泰蛋 加什么 安泰蛋 好 最后一个 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 甲醛泰蛋 甲醛泰蛋 好 那甲醛泰蛋的设定的话 它就是要加入甲醛 它加入的甲醛 就会跟我们的安基酸来作用 它作用的时候 它是作用在安基这个部分 作用在安基这个部分 那这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 Step Back 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 同时呢 它会怎么样 释放出一个什么 轻质值 所以 安基酸跟甲醛作用以后 它形成Skip Back 以后 使得这个安基酸 变成什么 带布电的一个物质 同时它会怎么样 释放出一个轻质值 使得它那个PH值 怎么样 下降 所以甲醛泰蛋 在这一段设定的原理 就是根据这个反应 就是根据这个反应 所以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把甲醛跟酿体 先把它等下 因为我们刚讲 形成这个 形成Skip Back 这个反应的话 它是在碱性的条件下 碱性的条件下 比较容易进行 所以我们在设定 甲醛太大的时候 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果汁 跟甲醛 先把它调到什么 弱减的条件 PH8.1或8.5 那如果你看那个 Sense的钢法的话 果汁我们是调到8.1 那如果你今天是酱油 我们就调到多少 8.5 好 8.5 好 我们先把它调到 解性了以后 然后呢 再把甲醛加到果汁 搅拌 那搅拌以后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 这个反应 这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什么 轻质值 对不对 所以PH值就会怎么样 这样下来 那这时候我们再用什么 0.01N的轻氧化钠溶液 把它PH值 一定回复到原来的什么 8.1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由 轻氧化钠这个简标准溶液的 低定比基 来算算成什么 甲醛值 那再把甲醛值 乘以0.14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甲醛太大含量是多少 那怎么办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甲醛 跟这个 样子里面的氨基酸 反应以后产生 skip gas 同时释放出 proto 所以它的PH值下降 对不对 它下降以后我们就会用什么 减标准容易来进行什么 酸碱综合的低定 所以这个实验也是一样是什么 容量分析里面的酸碱综合的低定 所以老师在看报告的时候 同学就有些人就突然提到说 哇 到了这个学期突然恍然大悟 像我们很多实验都是运用到什么 容量分析里面的酸碱综合的低定 我想 政客其实也提过 成分的分析的话 五点分析我们就用什么 容量分析 对不对 那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重量分析 那另外我们现在还配了一些什么 仪器来进行仪器分析 所以容量分析的话可以说是 实验分析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以及技术式考试也几乎很多都是这一部分 所以我希望同学 这个如果你还是不是很清楚 容量分析怎么样去做运用跟计算的话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 那既然是容量分析的运用 我们一定会配合什么 一定操作 对不对 配合一定操作 那放量点的决定 放量点的决定 我们说如果是酸碱综合 我们就会加什么 酸碱指示剂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什么 TH meter 来测定它的什么 TH值 对不对 那另外当然 比如说有一些氧化还原 它本身这个标准的东西 它本身在氧化态度还原 它颜色就会怎么样 改变 比如说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额外加紫色剂吗 就不需要了 好 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 低定实验 它是用什么 TH meter 好 TH meter 那终点是TH多少 8.1 8.1 8.1 好 这是第一点提醒的地方 第二点 容量分析 我们有提到说 达到荡量点的时候 标准容易的荡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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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等于 目的物的荡量素 有没有 容量分析达到荡量点的时候 三角平里面 目的物的荡量素 是不是要等于什么,低病管里面标准能力的什么,氮量素 所以我们把它换成有基酸,想想看 所以这时候什么,氢氧化钠的氮量素 是不是要等于三脚皮里面有基酸的氮量素 好,那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甲醛泰酸对不对 所以标准能力氢氧化钠的氮量素 有没有等于氮氧化钠跟氮氧化钠反映以后,形成Skip-bass释放出来的氢值值的氮量素 对不对,那氢值值跟Skip-bass是1比1 所以氢氧化钠的氮量素也等于什么,Skip-bass的氮量素 那是不是也等于氮氧化钠的氮量素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计算刚刚我们说的氮氧值 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公式,甲醛泰酸的含量 请注意哦,它的单位是什么?毫克百分比 毫克百分比跟我们一般所用的什么?百分比,刚好差什么?1000倍 所以就是100克或100毫升的量品里面 你的代测成分是多少?毫克 所以分子记得要用毫克当单位 所以除以分母,每克或每毫升以后再乘以100 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是容量更新嘛 容量更新的话,老师常常在提这个公式 就是V乘以F除以什么?S 好,然后呢,地价校正,稀释倍数 好,单位的一个什么?一次 好,那低定体积的话,这个是一个什么?直接低定 所以公式是什么?A-B 好,A-B 那唯一我们要求就是这个F值 F值是什么?1毫升,某个浓度的标准容易相当于代测成分多少?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有一张头影片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来计算 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甲醛菜蛋? 为什么我们要做甲醛菜蛋? 好,因为果汁里面这些成分包含一些糖类、有基酸、氨基酸、色素 或是一些非发性成分等等 那这些成分会因为品种、生产季节、产地等等 那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组成 那会影响到这个果汁的一些什么,品化特性 那有一些商人,他就会把这个浓缩果汁加水稀释 加水稀释了以后,然后我再加香药 然后调整一些什么糖酸底 那我这样就可以用这个新鲜果汁卖给大家 那这样双键他就可以赚取一些什么,这个差价暴力 所以到底这个果汁有没有参加,我们怎么来测定 我们怎么来这个鉴定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果汁里面一些特定的成分 来做这个鉴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做那个什么,安西酸组成 那我们可以来做那个什么,糖质分析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稀释以后,加水环略以后 它会调整糖酸底 调整糖酸底,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加什么,测糖 对不对 可是原来果汁里面的糖,它的糖类组成会不一样 所以它如果加测糖去调整糖酸底,你就会发现测糖的比例挺少很多 那其他葡萄糖或是其他的糖类的组成就会改变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测定什么 有基酸的组成 甚至我们今天要测定就是什么 甲醇菜蛋的含量 如果你是果汁还原稀释的 甲醇菜蛋的含量会怎么样 会降低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看这果汁是不是有什么 西式,是不是有参加 是不是有西式参加的情形 好,那今天提到说这个实验是容量分析的运用 而且我们的终点是怎么样 用pH值来当指标 所以我们今天要使用到一个仪器 就是所谓的什么pHg pHg pHg的话,我们今天有两个机型让大家使用 一个是携带式的 那一个是桌上型的 两个的简单的使用方法 老师在投影片上面都有写 也都写在黑板的两边 好,我们首先先介绍这个 这个携带式的pHgmeter的一个校正使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携带式的pHgmeter 它的外形是这样的 那我们把这个电极接上去了以后 开关在这里 开关在这里 好,先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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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去了以后 再按旁边这个三角形 好,旁边那个三角形是可以选择什么 pHg测定或mv测定 好,那我们要记得把它按照什么 pHg测定的什么模式 好,那这时候你就把你的电极 从这个什么保护套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用这个RO水把它冲洗 好,擦拭干净了以后 把它放到第一个标准容易 那我们第一个标准容易 是先叫做什么 pH7 好,pH7 好,那把它放进去以后 如果你的液晶面板不是显示pH7 这时候就请你调整pHg 我们看到pH7 我们可以选这个秒 好,这个秒 好,那旁边有一个螺丝 好,请你用螺丝起字 好,把它旋转 让它的这个液晶显示7.00 这样我们就第一个标准益校正完了 好,校正完了以后 你要把电极清洗干净 擦拭干净以后 再放到第二个标准益 第二个标准益 那我们第二个标准益是校正什么 pH4 它这时候就勤力旋转另外一个秒 Slow这个秒 旋转Slow这个秒 一样它的校正方式 旁边有一个这个转秒 用螺丝起字来这个旋转 这样的问题 好,那你们可以pH7pH4 反复校正两次以上 两次到三次 好,它校正完了以后 差时发现我们就可以来 测量量体的这个pH值了 这样的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机型的 其实它的这个原理都蛮类似的 就是胎基 然后稍微温基一下 主要就是你要怎么样 pH测量的功能 而不是MV测病 好,那像有的这个桌上型的 它会有温度校正 因为温度也会影响到什么? pH值 所以如果有温度的扭 你可以去设定当时测定的一个温度 一样校正的时候 pH7也是用什么? pH7也是用什么? pH4也是用slope的扭来校正 pH4也是用slope的扭来校正 一样大同小异的原理 好,那接下来 这个才是我们实验室今天 另外一个桌上型的pH meter 我们来看一下它面板 这边有几个按钮 第一个就是什么? Stella 就是要选择设定一些什么 Mode就是模式 你可以选择pH的模式 或是MV测量的模式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Standarize Standar是什么? 标准 Standarize就是动词 所以校正 Enter就是把它输入确定 输入确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老师有写的黑板 写很简单的 第一个我们要先开机 然后一样要选择pH测量的模式 pH测量的模式 pH测量的模式 我们是按什么? Mode键来选择 那你要看这边 是出现pH还是MV 如果是MV 你就再按一下 它就会跳到pH 好,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旧的校正曲线 把它怎么样? Clear 把它清除掉 所以这时候你就按 Sella键 然后再轻按Enter 它就会把旧的校正的曲线 把它清除掉 好,那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来 开始做校正 那校正的时候 然后就请你选择 适当的什么? buffer system 好,那我们一般是叫什么? 7跟4 好,那也有人 譬如说,如果我们今天 呃,终点的pH值是8 好,那我们也可以叫什么? 10跟7 好,所以这时候它有几条的buffer system 可以让你选择 那你就要选择到 这个buffer system 里面有包含 你建议要校正的标准意 好,这个系统 好,选择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电极 把护套打开 跟刚刚一样 把它清洗 擦拭以后 放到第一个什么? buffer里面 那第一个buffer里面 然后我们叫什么? 7 那这时候你就按什么? standardize 它就开始校正 校正如果它出现 OK 就是代表校正好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 把校正好的数字 怎么样? enter 输进去 好,那这时候 也要再清洗以后 再放到什么? 第二个电极 跟刚刚一样的一个校正方式 好,校正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pH值的测定 好,做pH值的测定 好,那这个是前面 跟大家介绍一下原理 好,那为什么要测假权太大 它可以做裹直的一个 参甲的一个指标之一 好,还有pH meter的一个校正跟使用 好,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方法与步骤 好,方法与步骤 好,第一个是假权容易的什么?pH值 预先调整 预先调整 好,那我们取30毫升的假权 37%的假权 在抽气柜里面 然后我们用减标准容易 把它调整到 适当的pH值 那我们刚刚讲过,如果今天做的是果汁 就调到多少?8.1 那如果今天做这样也就调到多少?8.5 好,那可是请同学们注意 这边在调的时候 我们的减有两个 有一个是0.1N 一个是什么?0.01N 它因为我们假权 一开始的pH值值 大概3到4之间而已 所以你要把它调到pH8.1 老师建议你先用什么?0.1N 浓度比较强的 清氧化那标准容易先调 调到pH值值大概接近7.98的时候 再把它换什么?0.01N来调 这样的话,第一个避免你调的这个体积变很大 第二个避免说 已经快接近8.1N的时候 如果你用0.1N的来调 就很容易这样 超过pH值 这样的了吗? 好,那所以请注意 老师现在讲的话要听清楚 0.1N的清氧化那 其实我们在小烧杯 然后写0.1N 我们用塑胶Dropper加 那一次可以加一两滴这样子 好,那0.01N的我们就放在哪里? 一滴管 一滴管 不要弄错了 我再讲一次 0.1N的 我们用小烧杯 塑胶Dropper来加 那0.01N我们用在什么? 一滴管 一滴管 好,第二个也是预备动作 先把果汁 把pH值这样调到8.1 好,那请注意 这边果汁 如果你看素科考试的话 因为样品要做二重复 还要做空白试验 所以果汁一开始就要称几杯? 3杯 好,3杯 那我们今天就只做一重复就好了 所以你们一组就只要称什么? 2杯 好 这样清楚了吗? 好 好 那这个 它的表示方式 假填太淡的表示方式 是重量百分比 所以我们要称多少? 25克的果汁 25克的果汁 好 那请你称接近一点 因为这个是液体还蛮好称的 称接近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两重复 你可以处理sample rate 可是你要扣掉blank 那blank如果你的重量跟这个sample不一样的话 这样其实是会有误差 所以请你 不管你做两重复或一重复 sample跟blank的这个重量 乘以 请你称接近25克 这样好了吗? 好 好,称完了以后 一样我们用0.1N或0.01N的轻量化 那标准容易 把它调整到pH值多少? 8.1 好 那调整的这个技巧一样 先用0.1N的先调 调完了以后再用什么? 接近8.1N的时候 可以改换成什么? 0.01N的 好 好 真正的甲醛泰酸的测定 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我们刚刚也会讲说 甲醛跟我们的氨基酸感应后 产生skip test 跟这个prophone释放出来 它是要在弱减的条件下 这个反应比较容易进行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 跟第二个动作 才会先把果汁跟这个甲醛 预调到pH8.1 好,这时候我们就把果汁 加入10毫升的甲醛溶液 10毫升的甲醛溶液 那这10毫升的甲醛溶液 是不是抽气溶液 不是哦 是你们已经调到pH8.1的甲醛溶液 好,加进来 那这时候我们用磁石 搅拌三分钟 搅拌三分钟 是不是会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这时候 就会有氢质值释放出来 对不对 所以pH值就会怎么样 降下来 好,就会离开8.1 那这时候 注意,第三个步骤 注意 这时候我们要把pH值 低回8.1 那这时候低回8.1 可不可以先用0.1N的d 再用0.0.1N 不行啊 这样你要带公式的时候 你的体积就不知道要带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 就用什么 0.01N的氢氧化纳 调整的东西来低定 就是用低定管里面的氢氧化纳 那低定管里面氢氧化纳 那我们刚刚是在预先调pH值 你可能有消耗掉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你在做假全态 蛋测试试的时候 是建议你们 强烈的建议你们 在低定之前 先把低定管的体积 補到多少 50 你这样这个 记录体积才不会有错误 好 它这个实验里面 有一个陷阱 它主管当然有提供分态 但是它在步骤里面 并没有叫你加 然后它在评分表里面 又有说 终点的判断 不用分态指示器变色 而用pH0.1N 因为分态的变色 范围是8到10来 好 那其实它的低定终点 是到多少pH8.1 那如果你用分态的话 可能就会怎样 偶尾才选 所以这边 你问我要不要加 我是觉得你可以加 但是我们不是用变色 红色当终点 而是用pHmeter 显示pH8.1 这样清楚了吗 好 那这个是我们果汁 假全态蛋的测试 它低定的体积 我们就记录为什么 A毫升 那我们另外要做什么 其实真正考试是要做两重步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要做就是什么 控板实验 注意 控板实验怎么做 一样25克的果汁 这个也是预调到pH8.1 这时候我们不加甲醛了 加什么 水 加水 加10毫升的蒸馏水 对照这个甲醛 好 一样 搅拌三分钟了以后 如果它的pH值 用下来 好 这时候你就要用什么 0.01n的氢氧化纳标准能力 把它低到一定的终点 一定的终点是多少 pH多少 8.1 刚清楚了吗 那照理说blank应该怎么样 几乎等于0 刚才就几滴而已 0点多 因为它不会产生那个反应 它的pH值应该不会降下来 好 它加低定的比例 我们就记录为什么 1 好 那我们就带入公司来计算什么 甲醛泰酸的氧量 知道清楚了吗 如果你要加 请你在第三个步骤 加 在第三个这个 就是你把果汁加入甲醛 搅拌三分钟 在滴定之前 你可以加一两滴的分态支持剂 那如果同学想要试试看 你可以加进去 然后呢 请你这时候就注意 我们滴定的终点是pH8.1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把它的体积怎么样 记录下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玩一玩的 你可以继续滴 滴到那个分态变色 变长红色 那你看看 去接我查 你看 看 听去的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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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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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知道pH8.1 那个meter 上面不是接到你的那个sensor 上面就易经显示啊 嗯 好 血糖太低了 赶得过来 接下来我们以这张投影片来说明甲醛泰氮测定的实验设计 此实验计包括有预备试验及甲醛泰氮测定两部分 在预备试验中先将甲醛及果汁的pH值调整到pH8.1 接下来进行 接下来进行果汁甲醛泰氮测定的测定 那标准测定 而低定 而低定的终点以pH8.1为指示 接下来我们以这张投影片来说明甲醛泰氮测定中pH值的调整 及甲醛泰氮测定的低定操作 首先 我们看到pH值的调整总共要调整四杯 包括一杯甲醛溶液三杯果汁 而甲醛泰氮的测定必须要低定三杯 两杯是果汁两杯是果汁两重复 另外一杯是果汁的空白试验 它的低定操作顺序老师建议为 第一先进行甲醛溶液的pH值调整 当调整好到pH8.1时 将甲醛液以保鲜膜盖住备用 接下来进行果汁第一重复的pH值调整 当果汁调整到pH8.1时 将以调整pH值8.1的甲醛液 以排配安全吸球精确加入10毫升 经搅拌三分钟后 以0.01N的氢氧化钠进行低定 低定的终点为pHg显示pH8.1 接下来进行果汁第二重复的pH值调整 同样的第二杯果汁调整到pH8.1后 加入已经预先调整pH到8.1的甲醛液10毫升 搅拌三分钟后 再进行果汁第二重复的pH值低定 同样低定的终点以pHg显示pH8.1 接下来才进行果汁空白试验的pH值调整 果汁的pH值调到pH8.1后 接下来不是加入甲醛液 而是加入RO水 经搅拌三分钟后 主 仔细观察pHg的pH值变化 若pH值下降 则能需以0.01N的氢氧化钠 逼定至终点显示pH8.1 若加入蒸肉水搅拌三分钟后pH值没有变化 则不需以0.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滴定 滴定的体积可以当作0 介绍计算公式 利用容量分析来计算代测成分含量 可依公式v乘以f除以s来计算 这个检释必须要经过标准容易的例价f值 即稀释倍数还有单位换算来进一步校正 甲醛泰酸含量百分比 甲醛泰酸含量毫克百分比等于a-b乘以大f乘以立价小f除以样品s 再乘以稀释倍数乘以100% 在公式中a为样品低定消耗0.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的体积 b则为空白试验低定消耗0.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的体积 大f值则为0.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相当于甲醛泰酸的重是多少毫克 在这个实验f值为0.14 小f则为0.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的例价 解题的步骤先写出甲醛泰酸的计算公式 甲醛泰酸含量毫克百分比等于a-b乘以f再乘以立价除以s乘以稀释倍数再乘以100% 第二个步骤为计算出f值 f值的计算如下 每滴定一公升 荡量浓度为1的氢氧化钠标准容易 它的荡量数为1 相当于甲醛泰酸一荡量也就是14克 若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的荡量浓度为0.1N氢 相当于氮的重就是要除以10也就是1.4克 那滴定消耗的0.01 那滴定消耗的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 相当于0.1N氢氧化钠标准容易相当于0.14毫克的氢氧化钠 接下来解题的第三个步骤是将题目中已知的A B F S D 及F值带入公式求出甲醛泰酸的含量 介绍结果报告表 第一个部分记录的数据为甲醛调整PH值时的原先PH值 例如3.18 调整后的PH值为8.1 第二个部分为果汁的重量记录 果汁量重复重量为25.1033 即25.0489克 果汁加入甲醛作用后 氢氧化钠容易低定消耗的体积量重复 分别是20.7毫升 21.2毫升 空白试验低定消耗的体积为0毫升 甲醛泰酸的计算公式为 甲醛泰酸含量毫克百分比等于A-B 乘以大F乘以立价小F 除以样品重S乘以稀释倍数D 单位换算乘以100% 将相关数据带入此公式 求得果汁两重复的甲醛泰酸含量分别为 10.77毫克百分比 即11.06毫克百分比 最后的甲醛泰酸含量 表示为平均值正负标准偏差 平均值计算为10.92毫克百分比 标准偏差计算为0.21 好 那请你们把 抄一下在课本的控板地方 老师这边有一个练习题 如果你们今天实验失败的话 你就用这个数据来写报告 上个礼拜那个出蛋白老师 是不是有给数据 不是上 应该是前个礼拜 老师有给出蛋白的数据 可是有些人实验失败便利用那一组数据 他就整个动作没有写计算 也没有写那个 这个我就没办法给分数 不用全部抄那么多吗 你只要抄 第一个量点重25克 好 再来我们低定的这个氢氧化钠 低定的氢氧化钠 所以我这边用的是什么 0.1N 0.1N高 所以那个F值是不是会跟着变 就会跟着变了 然后它的利价是多少 0.9982 对不起 调整贴局值的时候 我用的是0.1N的氢氧化钠 那利价是0.9982 那低定的时候我用的是什么 0.0N的氢氧化钠 那低定的0.0N的氢氧化钠 它的利价是多少 1.0125 1.0125 好 那我们果汁做两重步 它低定的体积分别是什么 21.25毫升 跟21.35毫升 另外我们要做什么 空白试验 我们要做空白试验 空白试验低定的体积是多少 0.15 好 求果汁的钾醃钠 含量是多少 毫克百分比 好 那我们今天做的样子是什么 柳橙汁 那你们就可以查课本的 73页 有一个表 13-1 对不对 13-1 我们今天做的是柳橙汁 那你可以看CNS这边的标准 在72页也有 柳橙汁的话 那甲醃钙要22毫克百分比以上 对不对 22毫克百分比 那请你把我们算出来的数值 跟这个表 好 查表以后去比对 那你看你的数值比它高 还是比它低 如果比它低 是不是就可能有沉水了 好 这样懂吗 好 数据不用 不用全部逐次去操 只要数据用得到的东西就好了 好 量品 25克 0.1N的氢氧化 他利价是0.9982 那定定用的是0.01N的氢氧化 那利价是1.0125 好 那一定赶到放量点的时候 量品两重复 一定的笔记是21.25跟21.35 空白实验是0.15 那我量品是不是只有一个重量 那就代表说 两个称的重量都是多少 25克了 真的吗 好 因为我们要做实验 所以等一下 这个老师的电脑不会关 如果你没有超到数据 你在这里下来跟老师要一下 那这个解答 我们这个网络大学上面会放 好 所以你先不要超解答 你先不要超数据 你先上一算以后 再到网络上去看看 你算出来的一定不一样 好不好 好 一样我刚才算错了两重部 两重部 是跟两个加起来 除以二 就是平均值为1 好 下面是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的计算方式 好 好 请注意看到这边 甲醛泰酸的含量 我们要用什么 以正负standard deviation的方式来表示 好 好 再来我们就可以查点 好 跟这个表上面的这个 标准来比较 好 我们算出来值 到底是比它高 还是比它低 但你来看看 它有没有可能有参加 好 这个出来只是说 可能有参加 或是 可能没有 好 介绍评分级注意事项 第一 果汁称重是否喷洒至天瓶 天瓶在使用前 必须要检视水平 归零 称重时要宽窗 称重时可使用烧杯扣重法 第二个是使用PHG 来进行PH的调整 PHG 在使用时 必须先以PH7 及PH4的标准液 进行校正 PHG的标准液 以calibration钮 进行调整 PH4的标准液 则以slope钮 进行调整 调整的顺序先以PH7 标准液调整后 再以PH4标准液 进行调整 可反复调整2到3次 电磁以去水清洗吸干后 可放在RO水中备用 测定或调整时 应均匀混合 但要避免碰撞电磁 注意事项第三点为低定操作 包括低定管的充填 低定手势 及低定时 是否充分摇动三角瓶 还有低定终点的判断 特别要提醒同学 低定终点的判断 不是分泰指示剂的变色 而是以PHG 显示PH8.1为低定终点 注意事项第四点为甲醇液 即果汁的PH值 事先调整到PH8.1 由于甲醇液及果汁的PH 在3左右 因此在调整到PH8.1时 可以先使用浓度较高的 0.1N的氢氧化钠调整 PH在3到6时 一次可以加1毫升 0.1N的氢氧化钠进行调整 当PH调整到6到7时 0.1N氢氧化钠一次添加的量要减少 约0.5毫升左右即可 当PH接近80 则改用0.01N的氢氧化钠 一滴一滴的添加来调整PH 注意事项第五点 低定操作是以稍非进行 而不是以三角平 低定中电的判断是以PHG 显示8.1 请各位同学以下列的问题 来进行思考 第一是减速甲醛泰淡测定的原理 第二是说明CNS标准中果汁应测定的项目 及果汁是否参甲的判断指标为何 第三果汁及酱油的甲醛泰淡测定的低定中点为何 终点判断为何不能以分态指示剂变色来进行判断